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壶将其分装使用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油壶如果使用不对 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健康风险 甚至致癌 那么油壶究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险 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油壶中的油脂使用时间过长 长时间不清洗油壶 或者新油直接倒入已经氧化到油脂当中 油壶加上油 储存温度较高等因素 都会增加油脂氧化酸败的风险 油脂酸败会产生哪些危害 一 降低油脂的营养质量 当油脂出现酸败情况时 首先会破坏油脂当中的文殊素E 和不饱和脂肪酸固质 理想食物油的品质 二 加速人体衰老 油脂经过长时间的存放 容易产生伤害身体的自由基 自由基的大量生成会加速身体的衰老 三 增加食物中毒的发生风险 经常或者大量摄入已经酸败的食用油脂 很容易增加食物中毒的发生风险 甚至出现恶心腹性腹痛等食物中毒的症状 四 增加患癌风险 在食物的烹调加热过程中 食用已经酸败的油脂容易出现冒烟的情况 这样一来就会增加还阳品全物质的生成量 经常接触容易增加癌症的患病风险 如何正确食用油壶 一 尽量购买小桶食用油 台风之后的食用油长期放置 会累导致其过氧化质升高 因此建议选购小桶油 二 选择靠谱材质的油壶 很多人喜欢塑料材质油壶 虽然轻电抗衰 但塑料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 可能会被油脂溶解并吸出 相对而言 建议选择不透年玻璃油壶或者陶瓷油壶 三 油和油壶避光避热存放 一方面 空气和阳光是促使使用油脂氧化衰败的因素 所以油壶不要摆在窗台等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另一方面 高温会加速油脂酸败 因此不建议将油和油壶存放在靠近灶台的润质 油壶放入无光照射且温度较低的橱柜更为靠谱 四 油壶要密封 建议选择小口油壶 倒完油之后要立即盖上盖子 五 定时清洗油壶 从大桶油转移到油壶的过程中不要加太多 每次加入一周左右的食用量就可以了 建议每次食用完后都要清洗一遍 清洗后的油壶要在光照晾干之后 再继续倒油使用 油壶建议三个月更换一次 注意 倒完油后大平油也一定要保存在阴阳闭光处 好了 朋友们感谢关注这时尝试了解更多尝试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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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